为了呼应地方创生开创台东社区营造新视野 台东县文化处28号下午举办了 社区村落文化发展愿景焦点座谈会 交警到各局处长、乡镇市长及社区青年团体 探讨社造创生相关议题 现场饶庆林也期待在各方努力之下 整合资源、共创美好家园 来自台东各乡镇的首长、社区青年团体齐聚一堂 以不同视角切入谈论台东社造创生的未来愿景 台东近年来持续面临少子化、人口外流、社区及村落人口老化 传统文化正面临断层危机 为了鼓励更多青年留在自己成长的土地打拼 实现对家乡发展的期待 台东县文化处特别办理社区村落文化发展愿景焦点座谈会 就设造地方创生、青年创新参与及在地知识产业化进行探讨 县长饶庆林也针对会谈内容结论 地方创生其实最以我的理解 就是它比较在乎人口的结构 以及在产业的部分、经济的部分 就是地方创生它必须要达到一个经济 能够有经济力的产出 那以及在注意到人口老化的问题 能够地方创生下去之后 它需要有产出 地方创生虽然是中央载体 但最后落实还是到地方 那以地方县政府最后还是落实在各位经济者的手中 那我们希望中央跟地方 特别县政府希望是能够跟地方合作 就是我们近期要去串联画市处 画市局的一个工作小局 然后去讨论社道跟地方创生 那透过本部的一个对应地方创生 其实也才可以跟各个县市政府去做一个 让大家知道说文化不大概怎么做 那各县市政府也怎么样去做配合论队 县然而心灵也期待 未来在各专家领域学者资源相助下 翻转社区 找回新年及在地居民 对家乡的自信与荣誉感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 在这边的自信与荣誉感